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感谢在座的各位听众 其实需要先说一声抱歉 因为其实因为自己工作比较忙的缘故 然后这个PPT是今天早上才追踪完成的 那么其实准备的比较昌作 然后今天其实更多不是一个分享 我觉得可能还是跟大家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 看怎么样可以通过自己在社区运营这块的一些工作 与大家日常的平时的一些工作 做一些交流 看有哪些共性的一些地方 也看能不能给大家带来一些 可能不同社区的一些工作方式之间的一些差异 然后现在座其实有那个阿富士多瑞斯的PMC成员 然后也有阿富士多瑞斯的committer 然后其实我来做这个分享 自己是有一点 怎么说呢 应该也是比较紧张的 毕竟大家也是深度地参与到多瑞斯社区 然后这个题目呢 其实写的是阿富士多瑞斯毕业一周年 然后后面加了一个副标题是 如何达到全球最活跃的开源数据库项目之一 本来之前一开始是不想加之一的 因为确实是现在多瑞斯在全球 已经是非常非常活跃的数据项目了 但是最终 蒂森在跟我聊的时候说 还是加一个之一会好一些 所以就起了这个样的一个题目 那么我本人我自己是 现在是在阿富士多瑞斯商业化公司 叫SelectDB 是产品和运营 然后同时的话也在负责品牌市场和 开源运营的一个团队 然后之前我在百度的时候 其实就一直在做多瑞斯 然后是多瑞斯的产品经理 然后负责多瑞斯的那个 数据库的一些产品规划 包括开源商业化 以及整体的开源运营推广 那么现在也是阿富士多瑞斯的computer 那今天的分享的话 其实主要分成这四个部分吧 那第一个部分的话 可能是带大家去回顾一下 这个开源项目的整体的发展的历史 然后后面的话会分享一些 对社区的一些运营和增长相关的一些思考 然后第三是我们实际在做一些事 然后最后的话是一个 社区总体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总结 那么首先第一部分的话 我们来回顾一下阿富士多瑞斯 因为其实前面那个刘宇老师提到 阿富士多瑞斯是阿富士基金会 第200个顶级项目 那么它之前是这样的 其实最早这个项目在百度内部的话 它是服务于百度内部的 广告统计报表业务的 然后在百度内部的话 经过多年的孵化 然后后面的话 也统一到百度所有的业务线 成为百度内部统一的一个 实施数仓的一个项目 然后后来随着社区的一个发展 然后我们 随着这个项目的一个发展 然后后来我们把它贡献给了阿富士基金会 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 成为阿富士基金会的一个孵化的项目 在2022年6月份的时候 正式成为阿富士顶级项目 那么距今的话 其实也是刚好有一年的一个时间 那在2022年呢 其实多瑞斯的团队 也出来创业成立了 菲伦科技这样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公司 然后去专注了 做多瑞斯开源社区的一个育营和推广 那么在现在来看的话 多瑞斯已经在国内 有比较大体量的一个用户规模 OK 那我在介绍他这个项目的部分中 其实还得稍微提一下 这个项目的一个愿景吧 因为比如说我们可能很多图书 不是做数据库 或者不是做大数据的 那这个地方我简单说一下 就是在很多大数据的那个体系里面 可能会存在很多的不同的一个架构 或者是不同的一个组件 那么每个组件可能是只能解决 某一个场景里面的一些固定的一些问题 那这样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 可能我需要去引入非常多的大数据逐件 去解决特定场景的特定的问题 而且每一个场景都是不可复用的 并且也需要去做一定的 这种烟囱式的一些开发 那么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 其实就抖下了很多问题 包括一些性能上 或者是这样架构的复杂 带来的这种工程人员的一个 很繁重的一个运维的一些压力 那么同时的话 对于一些数据分析的场景里面 可能我们对于数据实时性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那么这样架构的话 其实也很难满足一些实时性要求 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愿景的话 其实我们是希望能够把 大数据分析的一个组件进行统一 然后通过Doris去构建统一的 实时的一个数据仓库 那么去满足多种不同场景的 一个数据分析的一个应用 OK 那把这个项目的背景介绍完了之后 然后说一下社区运营的一个思考 因为其实在做社区运营过程中 其实我们很大程度上需要跟 社区的运营 需要跟项目的一个实际情况相结合起来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项目 对于这样的一个项目 其实我们希望做的是 它能够替代多个场景里面的 这些不同组件的一个繁重的应用 然后可以让更多人能够去接受它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 可能最重要的两个部分 社区运营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目标 一个是用户的一个增长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贡献者 或者叫开发者的一个增长 OK 那这里面最核心的其实就是用户和开发者 那顺便提一句就是 昨天在跟一些社区的一些大佬 包括跟那个ASF的一些 就各个社区的一些 一些PMC在聊的时候 其实也聊到 每个项目可能对于开发者 这个指标的一个定义可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有个像云厂商 可能它定义的开发者是云上的一些用户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们其实以开发者更多来说 还是社区的贡献者 那么在做这个社区运营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有一系列的一些方法论做指导 比如说我可能会 首先去看一些观测性的一些指标 比如说像用户数 像贡献者的数量 那有的公司或者有的项目 可能还会看GitHub Start 那我要这样的一个目标的话 我们在运营过程中 可能要去做各种的运营动作 比如说做组织这种各种线上或线下的运营 以及参加各类的活动 比如说咱们的阿哈基卡 现在叫Community Overcode 然后另外的话 可能在社区里面 还会有一系列的这种沟通和交流的体系 然后在社区的成员之间 也会有一定的一些协作的一些机制 比如说像例行的会议 或者开要的关系的一些维护 然后最后的话 其实还会做一些技术输出的一些工作 那么这所有的这些工作 其实它表面上是为了去服务于一些具体的指标 那么我们把这个目标 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洞察 那最终其实它其实是做两个事 一个是连接 一个是增长 那么连接的话 其实就是说的是 用户与用户之间是怎么去做交流的 包括用户与开发者之间 以及开发者与开发之间是怎么交流的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增长 那增长的话 核心两个目标 一个是用户 就企业的用户到底有多少 然后另外就是社区的贡献者 开发者到底有多少 那我要这两个目标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看 把这个整体一个增长路径 做一下拆解 那比如说 那比如说 首先我们从用户这个角度来看 那一个潜在的用户 他去选择一个产品的时候 可能会 我要两方面去开展 第一步的话 他是想要了解到这个产品 他有一定的技术的一些门槛 跟自己当前的技术站 是不是贴切的 然后包括他这个产品 他有没有一些比较典型的一些价值的输出 那今天比如说 跟外面展位的一个运营的校伙伴在聊的时候 其实我也问到他们一个概念 然后这个概念的话 其实他们自己可能解释的也不是特别清楚 那这样的话 自己如果自己的产品 这些理念都解释不清楚的话 那其实对于社区 或对于项目的发展 其实是有一定不利的一些因素的 那么用户在基于这样的一系列的了解之后 然后他会去选择使用这个产品 或者对产品进行选行 然后选行过程中 可能比较依赖的事情是 社区对于用户的支持 然后及社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开放的文化 然后如果说这几方面做得比较好的话 那其实开源项目 它天然就带一个自增长的一个趋势 然后随着它用户规模的一个扩展 其实也是间接地说明 这个项目本身的一个价值所在 那我要这样的一个拆解的一个路径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做用户增长的时候 其实我们更多来看的话 是两个方面的事 第一个的话就是 对于产品价值和这样技术特性的一些传达 以及对这样服务质量的一个提升 然后另外的话 就是如果说我们能够在这个整体转换过程中 去扫除这些障碍的话 那其实用户量的一个增长的话 其实它是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过程 然后所以说可能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做 然后这个这里面每一个需要做的事 可能都是要围绕着这个用户增长的目标的 比如说我们怎么去宣传 怎么去推广 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些这种活动的一些策划 或者是一些这种屏幕的一些机制 那么在上面的话 我们有没有这样用户支持响应和用户承载的一个空间 然后以及我们是不是需要做这种内容的一些输出 然后最后的话是这样社区的交流体系 我们怎么去构建 这个是需要去做的事 那么其中里面可能最大的一些工作的话 其实还是活动和内容本身 这两部分的话应该是 大家其实都在做 并且也是大家做得比较常规 并且也是投入经济比较大的一些工作 所以看到之前咱们CityMative的老师 也在做对这种技术内容这一块 其实也做了很深度的一些解读 那其实他这个的话 其实就是这种非常深度的经验的一个分享和总结 OK那用户讲完之后 其实我们讲一下开发者 那开发者的话 其实也是有一个比较典型的增长的一个路径的 比如说一个开发者 他可能是某一个项目的用户 或者是他对于技术的话是一个比较感兴趣的一个状态 那么他会随着对于技术的了解 或者是出于自己业务需求的一些角度 去选择参与一些社区的一些贡献 那么随着他贡献度的一个增加 可能逐渐会变得活跃 然后进一步的话可能会在社区里面贡献 得到社区的认可之后 可能会成长成Commeter 然后以及PMC 然后最终的话 其实他在社区里面 他其实呈现的一个角色是社区的共同体 也就是与社区是融入与共的 然后如果说有些社区的贡献者 他们在某些情况之下的话 可能会因为活跃度的一个下降 而离开一个项目的话 那其实我们也会看到社区 有些贡献者也有流失的情况 那在这一个整个过程中 我们其实核心需要做的事 其实是两个 第一个就是降低贡献的门槛 怎么样能让更多人参与进来 然后第二个是 从活跃到最终成为社区共同体 我们可能需要做的就是 加强他持续参与的这样的一个意愿 一个是从0到1 从新人开发者到社区的一个贡献者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从1到N 那从0到1的话 其实像这种开源之下这样的活动 其实它就是非常非常适合新人去参与的 所以也非常高兴看到 国内有这样的一个优秀的一个 一个技术的一个品牌 和这样技术的一个活动 对于新人的一个参与度 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那么随着这方面的一些动作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开发者的一个内在增长 那个驱动力的话 其实主要是两方面 然后第一方面的话就是 参与到社区里面的一些正向的一些反馈 那不管是说这种一些物质上的一些激励 比如说开源之下的这种 开源之下这样的一些物质上的一些奖励 还有说他参与了这个项目之后 他对于自己个人简历的一些提升 其实都是这个参与贡献后的一些正向的反馈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也是自己在参与整个过程 贡献过程中 然后也会带来一些技术上的成长 包括在社区里面的影响力和化语权 这个其实都是参与开源 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收益 所以说我们可能更多来说 在做一些事的时候 就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 一个是降低贡献的门槛 一个是加强持续的一个参与感 OK 那这两个是前面的 其实是一些方法论 那从这些方法论的话 其实我们要落地到具体的实践的过程中 其实可能还需要跟系统的一些声号 和更加有地气的一些执行的一个效率 所以说接下来的话会给大家讲一讲 Dorce社区是怎么去做的 OK 那首先说到这个技术活动这块 那其实我们是参与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社区的一个活动 那这些活动的话 其实可能有些是面对不同的人群的 那么针对每一个人群 其实我们都有一定的一些活动 可以帮助大家去参与 那我这里面我是列了一些 那个列了一些我们之前的那个活动的一些 一些一些截图 然后其实还是借到活动本身 那么有我们自己发起的这种meetup 包括我们最近一直在做的这个Dorce的城市行 包括像那个 下面也有讲师 也就是下面也有老师是我们在 城市行活动里面的讲师嘉宾 然后也在做在天津的活动 然后除了这种城市行的meetup以外 然后我们也会做这种年度的这种峰会 然后去邀请大量的用户去参与我们的峰会 参与演讲 然后同时的话 我们也会跟一些联合社区去做meetup 比如说跟PASA社区 跟那个 跟那个APSX Dorce Scheduler等等这些相同的社区 我们都会去做一些活动 那同时的话 像业内的一些搭会的话 其实我们参与的量也是比较大的 包括像GOTC 像Avati Khan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参与的 那同时的话 针对社区内部的话 其实我们也会做一些很多的一些活动 比如说我们在那个 比如说我们之前发起了一个 那个圆满阅读与解析账的一个 一个线上的一个课程 然后这个线上课程的话 是在1921年时举办的 然后从2022年到现在的话 至少所有Avati Doris的开发者 他或者是他的用户 他在了解Dorice的时候 其实都会去反复地去看这样的一个课程 那这个课程的话 除了在当时 引起了一定的那个用户的观看以外 其实在后续 他有很大的那个 很大的这个常委的一个流量 大家都在去看这个东西 然后对于社区的新人参与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同时还有一些社区的开好的会议 然后可能我们针对某一个专题 我们想去做一些事的话 我们还会去 再进一步地去做一些 比如像文艺的一些专项 或者是我们在每个版本发版的时候 都会去做这种 就是Release and Revenue 然后去让大家可以更好地了解到 我们先版本的一些特性 然后这些是我们所做的一些实际的一些技术步道的一些活动 那么包括像开源之下 其实也是我们在深度参与的 包括我之前跟李孟老师 跟那个 那个跟Rick也在 那个在今年的那个开源之下的 线下的活动里面 我们也在参与一起去做这个事 那这个其实是 Doris社区的一个新手任务 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学生发起的 他是我们去年开源之下的参与者 那他发起这个活动 其实主要做的是什么事呢 把社区里面一些面对新人的计划 新人的一些开发任务给放在统一的一个issue上 然后这issue里面的话 每个 我们会定期地去更新这里面的这些issue 然后保证大家都可以去领到这个新手的任务 让大家可以尽情地参与起来 然后这个活动的话 其实是一个学生主动发起的 那么在发起过程中的话 其实他也在不断地耗赵生命的力量 去参与到这个活动里面 接着目前的话 这个学生群大概是有400多名学生的 而且400多名学生的话 基本上都会去看社区里面 每天有哪些新手任务他们可以去参与 并且每一次发布新手任务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会抢得非常非常激烈 然后都是希望能够深度地去参与到社区的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学生自发的一个活动 其实也很大程度上 包括我们去拓展了在新人开发者 和学生开发者里面的一些 这种深度的一个参与感 然后是 接下来是内容这块 然后内容这块 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其实 很大的篇幅 其实在做用户相关的一些案例 然后包括像一些那个 我们在做个meeting up之后 其实也会有一些讲师 他在讲到自己基于业务的一些实践 那这些业务的实践 其实我们也都会跟他一起去做这些内容的一些工件 那么从最初开始做这个事 一直到现在的话 我们大概是已经积累了 大概有上百遍这样的一个社区工件的计算力 然后包括了很多的互联网的一些投资公司 比如说像小笔 像三菱数科 像腾讯医院 然后以及一些那个像联通等等等等 那这些用户例的话 其实我们在整个撰写的过程中 也都会跟老师去做深度的一个联系 然后希望我们以一个更好的形式 把它的内容给呈现出来 对于社区的用户来说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资料 然后除了这种用户例以外 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 比如说像这种 真的用户一些特定场景的一些解决方案 或者是我们在做每个版本发版的时候 然后我们也会去围绕版本的一些新的一些功能 然后做一些技术内容的一些撰写 然后同时还有一些 比如说做这种社区的 如何参与社区这样的一个新手的这种 相当于是新人参与社区的一个指南 然后包括这些可能很大程度上 也是我自己个人去撰写的 然后还有最后就是 我们针对每个版本的一些新的特性 然后也会去做一些演示的一些diamber 然后通过这些可以更好地让人知道 我们这些版本的一些功能是怎么样的 然后最后其实我们最近还做了一个优惯一集 然后这个优惯一集的话 是我们把过往一段时间里面 社区用户给我们撰写 包括我们自己供建的一些技术内容整理成一侧 然后这个优惯一集的话 当时是我们一开始的运气的话 我们是做了500本 然后我们想着可能这个优惯一集因为特别特别厚 然后只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在看到这个优惯一集的时候 能够可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可以翻一翻 但是发现这个受的非常非常受欢迎 那这500本的案例集的话 基本上在很快的时间内就被大家给抢光了 并且大家很多人都期待我们继续出一期 并且这个案例集在网上的一个公开下载的话 大概是已经有数万次了 然后基本上大家都通过这个案例集的一个方式 深度地了解到我们社区现在的一个用户的一些使用的情况 也帮助他们可以解决自己的一个实际的一个问题 那么做这些内容基本上我们到现在已经沉淀了 大概是超过百万字的一些内容的一些资料 那在网上其实在网上或者在公众号上 或者在一些别的平台 其实可以看到大量关于DORIS的一些内容 那么这些内容的质量的话 其实也帮我们极大的提升到社区的用户 以及外部的一些大数据的一些工程师 或者数据仓户的一些工程师 了解到这个新的技术是怎么样去运行的 以及帮助大家可以更好地了解到 在业务里面可以怎么样实践他们业务上的一些提升 然后同时我们也做了一些 那个社区基础设施的一些重构 包括网站的一些更新 或者是这种 这个针对一些那个重要的一些功能设计 然后我们也把它放在Wiki上 然后让大家可以去尽情地去查阅 这些具体一些功能的一些设计的文档 帮助新人的开发者 可以更好的时候去设计所做的一些事 OK 然后之前是做了一些具体的一个 一些工作 然后最后的话是跟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过去的一些总结 然后可以看到现在在全球内 DORES已经有超过2000家的中大型企业 在深度地使用了 包括像一些投入的互联网公司 像美团安 白鹿 京东 小米 字节 赛六林 华为 等等等等 然后在传统企业里面 包括一些银行 一些制造企业里面 也都有很深度的一些应用 然后前面提到 其实我们标题写的是如何达到全球最核有的海洋数据库项目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图 首先是我们的贡献者的一个数量 现在贡献者的数量的话 基本上已经到了接近600人左右了 已经超550了 并且每年其实它都有一个很大幅的一个提升 我们跟去年同期做了一个对比 大概提升的是130%左右 然后活跃贡献者的数量的话 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个项目的一个对比 那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我们列了几个 比如说像Spark 像Kafka 像Elystic Search 还有GID这几个项目 做了一下对比 那么可以发现 Dorris它目前的活跃贡献者的数量 已经是远远超过了一些同期的 一些阿哈齐的顶级项目 然后比如说像Spark Spark可能它的那个开源 它的那个活跃贡献者最多的时候 可能在100亿左右 那么现在Dorris 每个月的活跃贡献者的数量 已经到了120了 并且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像 像Kafka 或像Elystic Search 这样的知名的开源大数据的效果 那么我们也做了一些那个 很像的一个对比 在全球开源大数据项目里面 Dorris活跡献者 差不多从去年的6月 一直到如今 然后一直是处于第一的一个位置 然后每个月的话 我们也有接近800个Kamits 被合入进来 并且每周我们都有接近160个这种PR 然后被合入到社区里面去 呈现一个非常非常活跃的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也对比了一下 也在一些榜单里面看了一下 Dorris的一个排名 那有一个排名是 OAS的Rank 然后它在数据库这个分裂里面 Dorris的一个排名是第四 然后是从去年到现在增长的 超过60位 然后可能每个榜单 它的一个评测的一个规则 都是不太一样的话 实践 然后对于Dorris来说的话 也是获得了一些更多的一些关注 那么其实我们也非常非常欢迎 就如果说大家对于Dorris社区感兴趣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更深度地去交流一些运营的一些经验 那如果是相关领域的一些大数据的开发者 或者是这些数据库领域的一些从业人员 其实也非常欢迎去参与社区的一些贡献 然后最后的话 就是我自己的一个个人微信 如果大家对这块比较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加我深度去交流交流 然后也非常期待 可以跟更多的一些同业的小伙伴 去做深度的一些交流和学习 然后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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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其实是这样的 首先是说内容的一个方向 那其实我们输出比较多的是这个 是这个用法力哈 然后这个用法力的话 其实我们基本上每周都会产出一篇到两篇 然后这个用法力的话 其实它基本上都是那个业务的 主要是我们的用户 去帮我们提供一些素材 然后我们跟它一起去联合工件的 然后这个 我们首先是去看它一个内容质量 因为本身我自己的话 就是大概在撰写完成之后 其实我自己也会去做深度的一些修改 然后最后的话 跟用户那边一起再去做联合的修改 然后会有几轮的一个审核 然后最终才确定定稿 然后这个内容定稿了之后 其实我们也会往各个渠道里面去做分发 然后我们现在 在已知的渠道里面哈 基本上单篇的一个阅读量 不是曝光量哈 就是阅读量 就是因为展现量和那个点击量 可能不太一样啊 我们最终就是指的是阅读量 实际观看的人数 每一篇平均大概是一万七左右 包括在那个微信 在一些别的学校上 可能单篇是一万七左右 然后我们会去看这一篇 它的一个自然传播的一个量 那么同时的话 像这个内容我们 除了这个用户力以外 其他的一些技术测的内容 我们也都在规划 然后也都是希望 以一个定期的一个方式去产出 比如可能周一 可能是产出这种用户力 可能周三我们产出技术的文章 那么可能周五的话 我们还会有一些这个别的一些方向 一些内容去生产出来 然后另外的话 就是这个文章 我们也会定期的去review说 它的一个总体的数据是怎么样的 然后是不是有些内容 可能大家是不太不太喜欢 或者传播量不太够 然后我们会去深入去分析这个原因 然后已经每个平台 它的一个量 如果说数据下去之后 其实我们也都会去深入的剖析 它一个具体是什么原因 比如说可能在有些平台里面 它对内容的推荐机制 会有一些考量 或者是有一些规则 我们也会把每个平台的一些规则 给研究透 然后这样的话 保证在这个平台里面 可以得到最大服务的一个推荐 然后另外的话 就是用户群体里面的一些自传播 然后这个的话 其实我们不会去做这种 激励式的这种裂变的方式 不会去做这个 但是我们会 但是我们会去跟一些用户 去深入去聊 看他对这个内容的一些 是不是觉得是OK的 然后以及说这个内容 对他们来说是不是有帮助 然后这些的话 其实我们都会经常去做这个事 其实做内容这个事 可能没有太取巧的办法 比如说我们跟他说 鼓励大家来供导 然后可能给大家一些物资上 一些奖励 但这个可能大家在做这个内容的时候 他的一个付出和他的收益 其实不对等的 比如说我要写一篇 非常优质的一些文章 你可能花一周两周 不甚至一个月的时间 但是你能给他的一个物资奖励 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所以说我们可能不太会去说 你只要给我们供导 然后我就给你多少的一个奖励 而我们更多来说 还是希望能从他自己的一个角度 去帮他理清一些思路 因为其实做这个内容输出 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思维逻辑 很深度 或者说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个提炼 那么他在撰写和 以及跟我们在弓箭的观众 其实很大程度上 也能够帮他去理解说 怎么样以一个更好的形式 去呈现出来 然后另外的话 其实在社区传播的时候 也会给一些那个 在一些媒体需要去传播的时候 其实大家也都能看到 他的一个文章 其实也能够帮他去 输出自己个人的一个影响力 我们基本上贡献者 最大的比例 它分几块 第一块的话就是 有一部分是去商购公司的 因为相当于他去贡献代码 是自己个人的一个工作 这是一部分 然后第二部分 是各个企业的一些开发者 因为他们其实本身 就是我们的用户 然后他在做这个 满足自己业务需求的时候 其实也会把自己 基于业务需求的一些修改 和那个 和那个优化 然后给回馈到社区 回馈到上游社区里面来 这样的话就跟社区 是一个建立关系 那同时还有很多的一些 那个贡献者的话 是学生群体 因为其实学生群体 对于这样参与 开源社区的一个贡献 那以及比如说 如果是committer 或者可能比如说 对自己个人的那个简历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 开发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来源 谢谢 感谢观看